今天是将临期第二周的星期四 我们一再地冲审了 当今教宗法基格 从12月8号清定21年为弱色圣日 一直到21年12月8号 今天是4号 所以既然教宗把今年当作是圣年 很鲜然的是要让我们如同生弱色一样 信赖天主 所以我们趟去也好 教去也好 都是希望我们能够在弱色圣年 是赚得打赤的最好机会 我们家庭的共同年早课晚课 宋年玫瑰节就能够得圈打赦 或者是说我们自己参加什么样的比镜 都能够得圈打赦 这么便利的条件 我们不要疏忽 提到了信赖 其实这是我们众人的公敌 不光犹太人 他们自己缺乏信赖 连今天的我们呢 很多事情也都是缺乏信赖 所以在今天的伊萨伊亚先知 向北冲军回国的天主酸民述说了 我是你的天主上主 我撑着你的右手对你说 不要害怕 这个图像马上都提显出来了 天主是我们的上主 天主是我们的敦派 天主是我们的万语 我们自己不要害怕 因为有天主要协助我们 所以在这里说说 雅各伯消虫啊 伊色列屈虫呀 这是述说他们自己的 卑微弱小 真的雅各伯 从身量上 或者从各方面呢 他们都没有在优势 那么为什么天主要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呢 犹太人的害怕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们自己遭遇了国婆家王 颠沛流利 被冲军在把地了 限制给予犹太人的安慰 在今天的这个安慰当中 真的我们就感觉到 就如同一个父亲 在摇晃着摇篮之中的孩子 给他唱着摇篮曲 给予他信心 给予他力量 给予他拥气 所以限制呢 像被冲军之地归过的这些 犹太人述说了 你们可以正眼看一看 雅述在哪里呢 加斯顶有在哪里呢 巴比伦有在哪里呢 面对今天的我们来说 罗马帝国有在哪里呢 亚历山达帝国有在哪里呢 真的 如果进入我们中国的历史 不管说是 唐朝也好 元朝也好 明朝也好 一代一代的都过去了 未有天主的酸民 经历了两千多年以后 重新的立国 这就是 今日世界的一个奇迹 任何人都不能参透的一个奇迹 以色列 天主的酸民 忘过了两千多年 又重新立国了 我们如何去结识呢 所以这是 以撒尔亚先知 今天给予 犹太人的信心 说不要害怕 因此我们知道了 害怕 是缺乏信心的 最主要的因素 有了怕惧 就失去了信心 有了信心 就没有怕惧了 那么为什么 在我们的地方 一发生一些小小的 阻碍困扰的时候 我们也怕惧呢 怕惧孩子 在学校里边 被校长 被老师 颠命 怕惧自己的孩子 未来的前途 会有影响 所以天保 纸约的时候 都不愿意 谢上 宗教信仰 他空白 他不谢 那是无形 这种消极的 背教 所以这都是 因为害怕 为什么要脱鞋 也是因为害怕 看到 枪权的压力 看到 教会 受到的这些 肉粮 都让我们 自己害怕 犹太人害怕 我们也害怕 所以 伊萨伊亚先知 给予天主的 孙明的这种信心 说不要害怕 我使你们的上主 天主 我掺着你的手 先知 向天主的孙明说 我掺着你的手 扶着你 让你走过 艰难困苦的地方 所以在今天 我们看到 我使你成为 一家 锋利 堕尺的 辛达姑吉 锋利 堕尺的 辛达姑吉 象征着这种 力量 巴比伦 并没有 毁灭了 犹太人 虽然 汪国了 但是并没有 消灭他们 使你压榨 高山 压碎 压得粉碎 对当时来说 犹太人呢 面对 巴比伦 真的就如同 高山一样 那么现在呢 巴比伦 已经不存在了 埃及呢 依赖埃及的援助 也是 徒劳无果 只有信赖天主 信赖世界上的 任何权利 这个权利 都会过去 都会过时 唯有天主 才是 万世的君王 所以他 用一些 诗歌性的这种 词汇 向我们说 你要布养他们 在世代的潮流当中 在世代的潮流当中 犹太人 存留下了 而其他的那些 民族呢 国家呢 都不存留 风将他们捐取 暴风将他们 吹散 真的是说 一朝一代呢 都会过去 然而你们 要因上主 而喜乐 因伊斯利的圣者 而跨越 伊萨埃亚先知 在这里称呼 天主为圣者 是对天主的 一种信赖 是对天主的 一种仰慕 是对天主的 一种依靠 我们所要跨越的 是我们的天主 而世间的权利 都会过失 所以 贫困和 穷苦的人 寻找水河 却没有水 他们的舍头 和的焦躁 上主我 比赋予你们 伊斯利的天主 我比不奢侈你们 你看看后边 所说的 这几个自然条件 荒山 要开辟河流 山谷 要喷出 泉沿 沙漠 要变成水池 干地 要化为喷泉 我在沙漠中 要种植 香薄木 糟甲 套金娘和 橄榄树 这些 用自然现象 其实这四种 自然现象 都是干渴 无雨 无水的地方 而在天主烟中呢 一切 都是可能 所以他能够使 荒山上 开辟河流 他能够使 沙漠中 溜出圈水 他能够使 干旱的地方呢 之夜茂盛 所种植出来的 不是人工栽子 所种植出来的 是沙漠之中 种香薄木 如何来改造 一个土壤呢 在现在 人们都在 治理着沙化 当然有所增进 尤其我们中国 在治理沙化这方面 但是 未有治理沙化的 这些人 他们才知道 沙漠的 土质 要向家里改变 是多么样的不容易 先要顾沙 而后呢 他要相方设法的 栽种植物 让这些植物 生根 是沙子 不会流失 而后呢 他要喷洒 雨水 让植物生长 都是人工的 最后呢 他就会用那些 水蒸气 生入空中 逐渐形成 雨 这样呢 他会逐渐逐渐的 变成一种 量性的循环 把沙地 变成了 沃土 伊萨埃亚先知 既然跟我们 预约在一起 住在 伊斯利的人 他们那个地方呢 就是 多杀 多杀 烧土壤的地方 他们 多么渴望 这个土壤 能够变成 非沃的土地呢 就是从我们 从我们这个地方 往一起走 一路上呢 没有几乎人家 为什么呢 都是荒沙贬地 沿公路两侧 或者是铁道两侧呢 或须被绿化了 如果我们收尾 开一个小厂 深入到沙的腹地 那么恐怕我们自己 真的 贬地都是沙漠 一根绿色的植物 就没有 那么样的凄凉 所以伊萨埃亚先知的预言 真的能够应验 这就是说 能够 在自然界方面 有所改变 你比如说现在 伊斯利 他虽身处在压轴 有时 多杀多杀的底带 他却能够摇距 亚洲的枪果之领 也是因着他们自己的治水 或者是他们自己的农业 所以我们没个基督徒 我们知道 伊斯利所居住的那个地方呢 真的就是 柳奈柳密的地方 那么为什么杀了呢 这就是因为 冤罪的一毒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 伊萨埃亚先知书上 听到了上主天主说 我是你的救主 伊斯利的圣旨 我们真的把天主 当作我们的救主 我们的圣旨吗 先知呼吁 天主的孙明 我们要信靠天主 不要害怕 害怕就会失去信心 不信赖天主 会投靠 属世的这些权利 属世的这些 包围着这些安全 但是我们今天 应该想一想 我们也要经历 人世之间的这些考验 尤其是面对 信德考验的时候 我们害怕吗 我们恐惧吗 这真的让我们自己 设计不到我们自己的时候 睡也能够说风凉话 睡也能够说坚强 指命的时候 睡也愿意说 但是 唯独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食言认的时候 考验人的时候呢 就能够看到他自己 是否胆怯 是否害怕 当然我并不是批评这些害怕 我也有害怕的时候 我也有 两腿搭载的时候 口干射造的时候 这都证明我们自己 看到了那个证实 害怕了 就会失去信心 当一个真心 信心来天主的人 就不会害怕 所以 天主 会吹泣我们自己的软弱 会包容 接纳我们自己的 害怕 他今天 跟在圣诞节 给我们极大的信心 救助就要来临 希望着救助 真正的将在我们生命之内 将在我们的 信仰之内 孤立着我们 让我们 去承认那国 若王不是已经告诉了我们 反而我们所看到的万事万物 都是由他而来的 可是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 世人却派斥他 反对他 否认他 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 也否认过信仰 甚至呢 也想把 耶稣 从我们生命当中 击对出去 使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要 好好地去反省 马上就要圣诞节 我们 是否真的需要耶稣 真的需要 他是我们的救助 他是我们的圣者呢 所以 伊萨埃亚先知的声音 传递到我们现在呢 已经两千六百年了 他在告诉我们说 不要害怕 让我们